好 带领转换心情 都要抢先看来 看到距离 东京奥运剩下不到一个月了 选手们是叙事待发 目前中华队已经取得 17种的运动项目 51席次的资格 而为了保障这些选手的安全 体育署已经规划好了移动行程 不但要包车 还要包高铁 包飞机 避免选手们被感染 为台湾来争光 只要持续用心变好 每个人都是台湾之光 中华队的国手在疫情爆发前 拍摄形象广告 希望大家在奥运期间 能帮他们加油打气 其实这一段时间大家幸福 因为各个产业 其实相信大家都有 或多或少 或大或小的受挫的地方 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 一直挺过去 每位选手都蓄势待发 目前中华队已经有17种运动 51个席次取得了参赛资格 另外像是羽球 网球 田径 还有高尔夫 都可能会入选 抓队的参赛人数预计会更多 疫情期间 国手待在国训中心不能乱跑 只好在房间里多运动 安马王子李志凯的动作 属于魔王级 民众不要轻易模仿 不过像是空手到小清新闻之云 他示范的动作比较简单 又可以训练核心 通过影片民众不但可以多认识选手 也可以跟着影片一起做运动 我要得到东京奥运史上第一面空手到女子金牌 文资云霸气宣言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他可是亚运会空手到二连霸 目前世界排名第二 夺金希望非常浓厚 体育署为了保护这些选手 除了打疫苗 封闭式训练之外 在移动的过程中设想也是非常周到 从国庆中心出发的时候 要搭乘专车前往左营高铁站 那搭乘这个高铁站的这个车辆 必须事先租用是专用的车厢 包车包高铁包飞机 即使不能全包 也要像戴姿营一样全身包紧紧 选手的行动也受到限制 比赛期间只能团进团出 就是要在最安全的情况下 为台湾争光 东西训练成为营专海在台北报道